中国外交部又公开批评美国了 这回是因为叙利亚救灾 事情很简单 土序大地震发生后 土耳其还好点 叙利亚因为经受多年的战乱和制裁 现在情况很惨 比如交通 医疗等各种基础设施承受度很差 各种设备都是空白 根本无力开展救员工作 比如无家可归的灾民 普遍缺水 缺食物 缺毯子 缺燃料 缺药品 加上晚上温度降到零下 有些充当临时避难所的学校 不得不烧客桌取暖 还有很多灾民甚至只能露天过夜 这种情况下 控制叙利亚的各方势力 不管是阿萨德政府 还是割据北部的反政府组织 都没能力组织救灾 那怎么办呢 阿萨德政府只能向国际社会求助 甚至不惜求到造成叙利亚当前局面的始作俑者 美国 但美国人的态度很傲慢 我拒绝 美国国务院就说了 我们是叙利亚人民的伙伴 但是因为你们叙利亚的政府 在过去十几年里对老百姓不好 所以要我们提供政府层面的援助 那是不可能的 当然了 我们在当地有很多非政府组织伙伴 美国可以通过这些组织来提供帮助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组织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货色 不过这不重要 这段话真正的核心信息其实就一句话 美国拒绝和阿萨德政府接触 这句话背后的信息量很大 要知道美国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 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阿萨德政府 美国拒绝和阿萨德接触 言外之意就是即便面临灾情 美国也不打算放松制裁 然而美国的制裁 向来不光是约束自己的 比如之前的孟晚舟案 公开的借口就是 华为和伊朗莫须有的贸易 对叙利亚的制裁也是一样 在2019年的时候 特朗普签署过一份凯撒法案 依据这份文件 不管是组织还是个人 谁向叙利亚政府提供 直接或间接的援助 美国政府就有权惩罚谁 所以现在哪个国家 如果要支援叙利亚 比如提供急需的药品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提供搜索和救援的设备 都在凯撒法案的范围之内 甚至你说天气太冷 送点毛毯过去 那也不行 因为你的飞机在叙利亚境内卸货 也会触发凯撒法案 也就是说各个国家 各个组织或者个人 支援叙利亚的渠道 已经被提前锁死了 只要美国坚持不放松制裁 谁也别想帮助叙利亚 咱们前面说了 如今叙利亚的情况很惨 从政府到地方割据势力 都没有能力救灾震灾 只能寄希望于国际社会 但美国这么一搞 叙利亚灾民就只能等死 或者多受苦难了 于是就出现了很讽刺的一幕 各国装载紧急救援物资的飞机 密集飞往土耳其南部 而同样受灾的旭北部 确实天高云淡 空空如也 土耳其一侧密集的救援飞机 说明国际社会救援意愿高涨 愿意提供帮助 但叙利亚一侧的空白 则完美诠释了美国制裁 大棒的威力 这叫什么灾难的政治化 所以中国外交部批评 美国的话特别有道理 美国长期介入叙利亚危机 频繁进行军事干预 施加严酷的经济制裁 造成叙利亚大量平民伤亡 人民难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 时至今日 美军仍然霸占着叙利亚的主要产油区 搜刮掠夺八成以上的产油量 走私烧毁叙利亚的粮食库存 使人道主义危机雪上加霜 大灾当前 美国应当放下地缘政治执念 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单边制裁 为人道主义救援敞开大门 翻译过来就是 叙利亚会有今天 你美国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如今大灾当前 你还关着救援通道 不许别人救人 你特么还是人不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美国明知道这是做的不常量 那为啥宁愿挨骂 也不愿意放开制裁呢 哪怕暂时的放开也好吧 这个问题在中国外交部的发言里 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 地缘政治执念 啥叫地缘政治执念呢 这还得从当前的叙利亚局势说起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 美国试图在叙利亚复制利比亚模式 也就是通过扶持反对派 建立亲美的叙利亚政权 但是由于美国对蓄政策的摇摆不定 加上俄罗斯的干预 以及美国专注亚太后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 这个计划毫无疑问的失败了 于是在2018美国撤军后 叙利亚就逐步形成了一个天下三分的格局 阿萨德政府控制大约三分之二的领土 各路反对派武装和土耳其 控制西北部部分领土 此外北方还有库尔德人自治 经过多年厮杀 现在各方掌控的地盘基本固定 属于谁也奈何不了谁 所以站在美国的立场上 这场博弈其实败得很惨 在叙利亚扶持亲美政权的意图落空了吧 亲俄的叙政府军独占三分之二的江山 在国内一家独大吧 因为叙政府的求救 俄罗斯在中东强势回归 严重冲击了美国主导中东的格局吧 一个脱离美国掌控的叙利亚 为伊朗打造实业派之湖提供土壤了吧 可以说美国拱起叙利亚内战这场大火 最后战略目标却一个都没实现 反而便宜了俄罗斯和伊朗 但偏偏叙利亚这个地方 地缘价值又很重要 叙利亚是构建中东实业派之湖 的桥梁 连通伊朗 伊拉克与黎巴嫩的什叶派政治军事网络 美国可以借此遏制伊朗势力的做大 同时它临近以色列 也是阿以冲突的前线 美国需要在这个方向维持威慑 保护以色列 在大国博弈的层次 叙利亚也是俄罗斯 成为中东主要玩家的战略支点 美国需要在这个角逐场上将俄罗斯力量挤出中东 所以不管是出于哪个目的 美国都不可能放弃叙利亚 然而对于美国来说 现在这是又挺矛盾 因为美国当前的战略中心 放在了印太对付中国 欧洲遏制俄罗斯两条主线上 在中东根本投入不了太多资源 投入不了太多资源 但又有维持霸权的强烈需求 那怎么办呢 于是美国只能以一种相对低成本的方式 为维系自己的主导权 比如拉着中东盟友组建中东小北约 利用盟友的资源和力量 来抗衡伊朗领导的势力 就是最典型的低成本例子 再比如把叙利亚境内的美军都撤走 只在叙利亚与伊拉克交界的 戴尔索尔省坦福基地留下900人 这个基地位于连接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交通要道 900美军驻扎在这里 就好比在关键节点打进了一颗钉子 打断了什叶派之湖的连结 顺便提一嘴 坦福基地所在的戴尔索尔省 是叙利亚的原油和粮食产区 美军偷有丑闻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 把大军撤走节省开支 偷有补贴驻扎费用 美军用最小的成本 撤而不走 继续保留了干涉叙利亚局势的能力 所以在回到赈灾的问题上 阿萨德政府控制着叙利亚绝大多数领土 你要公开赈灾 绕不开它吧 那假设美国处于人道主义 暂时与阿萨德政府接触 短暂放开制裁 允许各国政府支援叙利亚 这对美国的策略会有什么影响 在国际层面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支援国 都与阿萨德政权对接 这不是间接承认了阿萨德政权的合法性了吗 在国内层面 赈灾款项和物资 最终通过阿萨德政权来实行分配 这不又间接承认了阿萨德政权的合法性了吗 如果阿萨德政权是合法的 那美国支持的反政府势力算什么 美国还怎么维持低成本掌控叙利亚的策略 如今在天灾面前 美国人拒绝救援的理由还是调民罚罪 阿萨德政府过去十多年对人民太残酷了 上次调民罚罪 以帮助叙利亚人民的名义 驻军轰炸制裁 一步步把叙利亚变得满目疮痍 这次调民罚罪 又以叙利亚人民的名义拦住了一切救援 剥夺了灾民生的希望 一块遮羞布 正反两面都能用 你说厉不厉害 只是摊上这么个不要脸的觊觎者 叙利亚人民真是太难了 至于是